大家好 尊敬的田老师、谢老师 和各位与会的嘉宾、科学家朋友们 直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 胜利兵务之际 我们落实中国科学的要求 举办此次会议 首先我代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代表胡德平、胡兆广、谢伯阳理事长 向大会的组织者、支持者和所有与会的科学家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 这次会议我们将以二十大、学习二十大精神为指针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世界观、新的方法论是什么 那么习主习指出的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 以及绿水青山两山论 这就是当代的我们最根本的一切工作的基础 对世界的新的看法 我们过去对世界的看法是人定胜天 是征服宇宙、改造自然 那么今天我们对世界的根本的看法是 地球生命共同体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的方法论是什么 方法论就是两山论为核心的 系列的这个论术 那么这和我们的NESS是个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知道 今年第二阶段的世界国际生物多样性 缔约国第15节大会 那么马上就要在蒙特利尔召开了 这个大会的主题 Theme就是生态文明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那么在过去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和未来的整个这个 这段时间里呢 我们中国律法会参加了实地公约第14届第六国大会 RMS Cup 14 成功地举办了两届变会 两场变会 同时我们也参加了UNFCC UNFCC 就是关于气候的第27届 在埃及山姆萨伊赫举办的气候大会 我们正在呢 巴拿马参加SITES 就并为五种国际贸易公园 第19次第六国大会 那么过几天呢 我们还要去蒙特利尔参加CBD第15届 第六国大会的第二阶段会 所有这些会议 都是针对我们人类气息地 对于我们今天世界 有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看法之后 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应对这些挑战 未来的方法论是什么 那么逐渐地 全球逐渐地达成一个一个的共识 但是在这些具体的 关于气候 对于湿地 对于冰霉物种 对于生物多样性 这些可以算是一个一个具体的方法 法律法规和共识 科学家的共识 政治家的共识 但是这些够不够 这些一个一个的独分立的问题的解决 我们认为是远远不够的 总体上 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孩子 为了我们的家人 为了我们的社区 为了我们的民族 为了整个人类 都要去认真的去思考 我们最基本的生态资源 这是我们红线 这是我们要研究清楚的 我们不是保护某一个冰霉物种 我们也不是保护一个特定的保护区就够了 那我们是不是保护整个的所有的生物呢 在所有的地方呢 似乎也不是 也不应该是 我们人与自然 人的发展过程中 自然的会要开侃 自然的是会对 比如说新冠疫情 我们要消杀这些病毒 这些病毒也是微生物 也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保护特别是工作 当然我们要研究 我们必须的可持续发展的 对于我们的孩子 对于我们的家人 对于我们的 必须的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生态环境 基于这一样一个思考 感谢田老师的带领的 谢谢老师田老师带领的专家团队 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 就是NESS 那么地球生命共同体 对于人这个主要的影响方 它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一个结构单元 当然是国家 那么基于国家这个单元 这个统一的 具有法律优势力的行政区划下 那怎么能够科学家们来研究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基础的 必须的安全的生态条件 所以我们认为NESS NESS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已经获得了相当一批科学家 来自世界各地的认知 的共识 我们要开启 通过这次会议 我们要开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业 由于新冠疫情 很多人不能够到现象 使得我们的讨论 使得我们的研究 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但是时间也很紧迫 我们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工作 今天越来越迫在眉睫 让我们畅所欲言 以科学的态度 来就这个科学的问题展开讨论 引起共鸣共识和共同的行动 再次感谢支持本次会议的 有关各方期待会议产出丰硕的成果 这是一个开始 我们将会坚持不懈的 把NAS相关的研究工作 推广工作和实践工作做好 谢谢大家